一段曲折而扑朔迷迪的家族四房争夺巨额财产的奇闻 让年届九旬风竹残年的澳门赌王格鸿燊 再度引起公众的重磅关注 其家产内部洗劫风波的跌宕起伏 更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他总共四个老婆 儿女十七个 除了其中二房的两个儿女 在他所在的公司里边 在企业里边干事 剩下那些呢 都没有在这个企业里边住事 所以这老头九十了 保不惜哪天就没了 这么大一笔家产 这些孩子就挣上了 而且这些孩子咱说 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么几股吗 二房的三房的四房的 总共十七个孩子 那么在争这个遗产过程当中 其实老头还没死呢 叫遗产有点会加 增加产 弄得何鸿燊也非常的为难 我到底给谁 本来呢 这个何鸿燊是香港人 他这个产业可以按香港法律办 香港法律规定呢 1997年6月30号以后 一夫多妻制废除 为啥呢 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吗 得按大陆的法律来办了 何鸿燊呢 第二个老婆是1957年娶的 后两个老婆呢 跟他时间挺长了 但是一直没有正式迎娶 按道理讲 不算的合法的老婆 可是呢 相关法律也规定了 只要人家何鸿燊 自个儿遗嘱里写清楚了 该继承遗产 得继承遗产 正因为何鸿燊呢 没有立什么正式的遗嘱 所谓有遗嘱 也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这几股争得非常剧烈 而且各他各的牌 我在我爹公司里工作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还有的说我最孝顺 你看我跟我爹拍个照片 在病房里边 跟何鸿燊老爷子合影 发到微博上去了 反正双方是八千过海 各是神通 何鸿燊在去年的7月 因为头部受伤 住进了医院 各房子女绝间 为争宠使出了浑身解数百宝 甚至编派好时间表 轮流到医院探访 老爷子出院以后 各房为了争取与赌王的独处时间 纷纷打出亲情牌争夺 请赌王到家中与自己相聚 未显示公平 年近九十高龄 刚出院的赌王不得不赶场 每日风尘仆仆 穿梭于各位太太之间 现在就弄着何鸿燊这个家产问题 闹得是沸沸扬扬 这可以说是最近港澳台这一块 关于继承家产这一块 最令人瞩目的事情 所以搞得这个何鸿燊老爷子 也有点焦头烂额 而且下面的几方儿女勾心斗角 那么有的说 这儿有人的纳闷 你说这何老爷子 虽然说看着这个神志挺清醒 可是你说 跟二房三房一块说 哎呀咱怎么怎么分 到四房那块一罐迷魂汤 这些都忘了 不行还得重新来 那你要清醒的时候 有判断立的时候 你怎么不把遗嘱立好了呢 这个大伙不了解情况 一方面呢 这个香港人有时候觉得 提前立遗嘱多少会去一点 咱们有时候忌讳这个 第二点最重要 这个子女啊 眼巴巴的希望从你这得点 尤其子女多的时候 那么假如说你立了遗嘱 分清了 你得多少 他得多少 这些孩子就没盼头了 反正老爷子这么定 我得多少 那就是多少了 这已经定死了 所以有一些啊 心眼不是太好的子女 就不会再像以前 是在你面前的 绕来绕去的 孝顺的什么的 可能就疏远了 老头一想 我现在不立一种 我就让你围我旁边转着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呢 反正有人理我 要不然嫌我素儿大了 没人愿意理我了 都各干各的事 我这晚年也太凄凉了 所以好多人在清醒的时候 在这个身体挺好的时候 不立一种 他是有的立一考量的 虽然立一种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但是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弊端 老梁认为 还有别的因素 导致了立一种 不能成为解决家业问题的万全之策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即使是立一种 这些第一代富豪都有个普遍的想法 就挺为难 你说我这个家产是就传给这个有能的这个长子长孙呢 还是给大伙平分呢 有的人说那很有问吗 当然得尽可能聚分分呢 没那么偏心眼的 可是你别忘了 我说这不光是钱 这是一份家产 一份事业 假如说我这老头叉叉叉叉叉叉叉 三一三十一把家产平分了 平分以后你想呀 这个企业还能成为一个整个企业呢 他的事业不就到这拉倒了吗 就倒一等于分家散伙了吗 但是你又不能把这钱呢 这个事业都搁到老大呢 你都搁到他那下边这几个人 觉得你这老爷爷太败心了 所以这个是个难题 有的人说那也不是难题 那不不少的富豪都有多项事业吗 你看何沪深 这有赌的事业 那有什么这个船的事业 那边又有什么什么电视台的 一样分一个 可你别忘了 这么分开力量薄弱了 而且这些子女能不能还形成合力 一起合作干点大事 几乎不可能了 各干一串 还有的人说我没有办法 你把他这个家产就变成了 这现在都公司化了 开始控股 你比方说老大多少股 老二多少股 老三多少股 这不还是一个公司没散价吗 还都为这一个码吗 不能倾心协力了吗 可是这种方法证明 大多数时候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这个各兄弟姐妹几个 各占各股份了 他们往往就会争夺在公司里的这种权利 我占股份了 你也占股份了 我得要控制这个 我得要控制那个 结果这各兄弟姐妹几个 用在内斗上的心思 比和其伙来对付外面竞争对手还上心 时间一长 这公司不就完了吗 那么现在呢 一般的港澳台的富翁呢 经常采取什么方式呢 比方说他呀 把这个整个的家产的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我正在干这个事 就我这个企业 另外一部分呢 是现金和物业 就说白了 钱和地产 这个房子我的 那个厂是我的 把这多少现金 把它分成这么两部分 然后呢 挑选自己子女当中啊 最厉害的一个 就最有精英头脑的 最干正事的 把这部分企业给他 然后剩下那些呢 给剩下的儿女 现金物业 分 你占多少 你占多少 都分了 用这样一种方式 这样一种方式呢 有一个弊端呢 就说这个 毕竟 就现金物业分出去了 也使这个企业的现金流受到影响 再一个另外一点很重要 你就是在儿女当中 挑出一个出类拔萃的 这也是挫堆里拔大个 因为你没得选择 你就这些儿女嘛 他也远远不如职业经理人 那个能耐大 那么你挑出这么一个呢 他能不能继承你的事业 所以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现象 是 儿子里边一个挺管用的上来了 可没几年 决策也不对 老员工也走了 企业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我们看 那种所谓 富的 能传到第三辈的 真是万中无疑 非常非常少 你挑出几个那样的 不不过三代 是中国人长期总结的结论 事实上 在现代社会 依然有效 吸毒 豪赌 炫富 烂情 甚至富二代做出的各种疯狂举动 吸引着人们批判的目光 富二代继承家业 就面临着既要有心 又要有力的窘境 那么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得说一说 假如这个富二代 他真有这心思 他应该怎么更好的继承上一辈的产业 这事可不是说咱光说大不好 您家里要是有点产业的 您都得琢磨这事有个小码 你也得想 这给儿子传承 他能不能干得了 咱们可以举这么几个类型 你比一下 第一种没心没肺的 我有钱花就行 这个谁呢 这个人大家也熟悉 他的名字叫许进亨 说许进亨你不知道 香港的大美人李嘉欣 他丈夫 这个许进亨呢 就是个富家子弟 他也没有野心 说我要把老许这事我干过来 怎么怎么如何 没这个野心 反正我一天吃喝玩乐就行了 所以这种类型是没心没事行的 那咱们肯定很多富二代呢 即使你是一个无能之辈 你也不愿意做没心没肺的 我也得上进 那么上进的富二代凯磨是谁呢 李嘉诚的儿子李泽凯 小巨人李泽凯 李泽凯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总结四个字 叫借势独立 什么叫借势独立呢 人家有个好爸爸 没白有 当年李泽凯就想自个自立 不想受自个爹控制 也不想向自己大哥 他大哥叫李泽锯 在这个李嘉诚的集团里工作 李泽凯向自个爹借钱 借多少借五个亿港币 当然你说一般儿子向爹 说借五个亿 当爹哪有啊 你李嘉诚有 借五个亿 干嘛呢 1990年 进入家族企业工作的李泽凯 敏锐地看到了电视行业的发展前进 便开口向父亲借了五亿港元 自立门户 创建了一家卫星电视公司 通过有效的管理经营 公司业务迅速壮大 收视用户超过了5000万 1993年 美国传媒大亨莫多克 与李泽凯协商 收购了这家公司 此次电视业的一战成名 为他迎来了小超人美名 但李泽凯没有止步 他成立了新的公司 银科控股 并于1993年在新加坡上市 现在李泽凯自个儿公司 有多少资产呢 千亿资产 就跟他爸爸比都不差太多了 而且他干的东西呢 不是他爸爸干的 他爸爸有时候担心的 说你变这么大妈妈干不好 有几次李嘉诚甚至想动用资金 把他儿子公司收购过来 不放心 但在这种情况下 李泽凯穿到公司所有的股东投票 以76%的反对票比例 谢绝李嘉诚收购 我跟自个儿爹不掺和 我自个儿能独立 你看 他爸爸对他管不管用 管用 借他爸爸的事 但是人家呢 自己独立 在他爸爸最好这段时间呢 借上劲了还把自己的东西弄出来 所以李泽凯是这方面的榜样 有多少人说有几个这种天才李泽凯啊 那不要紧 还有一种方法 边干边学也挺好 北京又大的这个连锁店 敲敲男 说起翘江南 估计很少有人不知道 它是女海归张岚一手上办的餐饮服务连锁企业 从2000年开业以来 短短的十年间 翘江南完成了从极有一间街边小店 到拥有50多家高端酒店会所的华丽转身 张岚的儿子汪小飞也被视为是翘江南事业的继承人 汪小飞是什么 一边在翘江南公司工作 跟自个儿娘学怎么经营麻麻 市场这些事 另外人还创造自个儿品牌 又开了兰会所 那个不是张岚的 是他儿子汪小飞的 所以你看汪小飞呢 也是边干边学 跟自个儿老娘学 所以我说这几种情况呢 所以富二代来讲呢 都还可以 那么对于眼下来说 到了真正挠头的时候 就是这波富二代该怎么办 该怎么能够把自个儿 这些身上的优良传统都继承了 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 当然有的富一代就想到了这个事 说我将来啊 及早培养孩子 你看咱们有江州地区 有的把富二代提前送到 哪个地方去锻炼去学习去了 还有的在第一代的时候就想到 要想让这个家族企业得到良好传承 那么就得完成所有权 竞争权分离 就得请职业经理人 有这样先例 前两天又有一个事 大家也知道 陈晓 下去了 这个整个国美电器 他是董事局主席 下去了 张大忠替他当董事局主席了 最后结论是监狱里的黄光玉 打败了监狱外的陈晓 到底职业经理人 没干过家族实际控制者 国美的黄尘之战 持续了近一年 代表家族利益的黄光玉妻子杜娟顺利上位 代表职业经理人的陈晓 黯然辞职 离开国美 为这一出被大家认为是家族利益 与职业经理人之争的大戏 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 这不禁让人想问 雇佣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 在中国可行吗 本来职业经理人引用是好的 但是在这种大利益面前 往往我们中国人更加相信自己家族的人 所以咱们还有原先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 所以挣了钱之后呢 觉得不给儿子留着 好像这都跟犯罪似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富人 他必须得考虑 我怎么样把我的财产 传给我自个孩子的时候 还能让他发言光大 让他有一个正常的发展 而不是这些钱把他害了 过去中国人有句老话 值得我们大家牢记 叫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子孙强过我留钱